卫生部属下的国家药剂监管局目前批准疫苗进度缓慢 至今只批准了使用三款疫苗 雇主联合会公开呼吁政府成立国家疫苗研究中心 自行生产疫苗 拟定长远的计划 解决疫苗供应和效益问题 雇主联合会主席拿督赛胡塞恩今天发文告解出 目前全国所有疫苗接种中心完善运作 但是政府必须制定全面的疫苗供应策略 应对新冠肺炎和将来可能会出现的其他大流行病 因此政府应该寻求国内专家和资源协助 成立疫苗研究中心 以典计划解决疫苗供应的问题 他强调 我国有些学术和研究设备 国内专家也获得世界认可 曾经生产利百病毒疫苗 以及应对非典型肺炎 HEN1和其他病毒 绝对有能力成立疫苗研究中心和生产国产疫苗 医院口 医院口 医院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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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院超市 關于我们非常讨论的